女性到了50岁之后 依旧对美保持一种热情的态度 提升个人的优雅气质 以及对待时尚的追求 那么你一样可以打败80后和90后 发型真的不想强调有多重要了 我身边做时尚服饰爱美的这些朋友 男士一般三周趋次理发店 女士一般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趋次理发店 大家的费用都是5000到10000日币左右 放在你头发上 也就是说和吃饭是一样的重要 这部分钱绝对不能省 是必须的支出 这期看看就总结了三种不推荐的发型 和三种推荐的发型 纯属我个人的经验 看到周围人根据年龄发质做出了分类 希望可以供大家参考 就是上了年纪 一旦发现自己的肌肤下垂 加上不断出现的细纹和眼淡 不要留黑直发 会显得自己老气沉沉 而且加上沉重的刘海 有一点灭绝失态的感觉 其刘海似乎是每个成功的微伤女人的标签 但在日常生活之中 多数女人的头型是扁平的 这也就意味着大龄女性若选择这种比较老土的短发 无疑就是妆嫩 没上短短不齐的刘海 好像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年轻人也许会流行 但如果你的五官无法经得起相机的考验了 即便你妆容画得再厚再浓 配上这样的发型只能显得骨气 仿佛好像你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似的 第二种羊毛卷 我叫它羊毛卷 这个小卷在日本真的很少见 但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很多中老年人烫这种发型 无论是长发短发 发量少可以通过烫发来改变 但凡你烫这种发型 不是走摇滚风 街头风 搞音乐 搞艺术 就不要玩这种发型了 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人 搞搞这种花样可以 但是岁数大了 这种发型不但没有高级感 而且太吐气了 红色系浅黄色的染发 红色黄色本来是一种非常吸引眼球的发色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如果你是在局部做几处调染的话 可以增加发型的立体感 也会显得更加时尚 但一旦满头都是这种颜色的话 看上去就很土 感觉不够稳重 甚至会把你的肤色衬托的又黑又黄 我个人推荐 立棕色 巧克力色 棕色系的都可以让你显得大方和优雅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型适合中老年人呢 如果说你整体的发量还不错 整个人的身材保持的也不错 那这个时候呢 中长发为主 有点微卷 温柔的大卷比小卷更加的自信大气 拨拨头的发型 极具简龄的效果 内抠的弧形啊 这个弧度让你的脸型啊 下巴 针对圆形脸啊 修饰的特别的美 尤其是五官轮廓不明显的女性来说 有一种立体的效果 第二种 中短发 中年女性啊 谁也逃不开脱发 断发 白发的产生 所有人的焦点都会聚集在你的发量上 如果说一旦发量少 偏下面这个部位的话 就会产生很头重脚轻的感觉 所以你即使留任何的长发 都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女人味啊 气质啊 只要你打理不好 只有邋遢的形象 很多人一直在反对说 长头发会显年轻 可以告诉你 背后看起来 越年轻 正面的这种反差 就会越大 会给人家一种 你更衰老的形象 装嫩 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把你的头发剪到发量能聚集到比较厚的一个长度 其间锁骨以上 基本上发量能够集中在这个地方 就会显年轻了 那么发量少 有白发 怎么办 首先发量少 尤其是头顶的蓬松度 就是这个位置 很重要 发量少的话呢 我个人啊 经常会用一个办法 我头发当然是很多啊 我就推荐一个这个便宜的夹子 就是把你的发际这两边的夹起来 看到没有 这样夹起来之后就会鼓起来 拿吹风机把它吹干 然后呢 整体的话就会碰 你看已经蓬松了很高了 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法则 你适合不适合留短发 其实这是有点道理的啊 就是你的耳垂到下面到下巴吧 大概是5.7厘米 如果高于5.7厘米 长于5.7厘米 不适合留短发 如果短于5.7厘米 适合留短发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量一量自己这个位置 剪短发时呢 你一定要告诉你的理发师啊 最后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会鼓起来的这个地方 和你的鼻头是平衡的 这个发型会让你更显知性 如果最高的地方和你的眼睛是平衡的 感觉有点霸气 头发全白的女人 一定要把发型打理的干净利落 否则真的会显老 一款简单又自然的短发 不仅不显老 反而会更洋气 发量少的人可以去烫一下发 把上面微烫一下 会显气质 这个发型一定要裁剪的干净利落的基础上 再去烫发 同样是烫发 你看这两位明星的区别在哪里 利落和不利落的差距是不是很大呢 白发多再长容易显苍老 那么真不如狠下心啊 一次剪短 年轻利落清爽 老年人在选择发型的时候 不要只选择老年款的发型 最好按照中年人的发型来选择 只是把细节稍微调整一下 适合你的气质就好 别整天盯着老年人的发型看 越看你的审美就会越老 做出来的发型就可能会老气横秋 多看看年轻人的发型 中年人的发型 这样让你的审美才能跟得上潮流的趋势 才能做一个时尚的老太太 好了 说了这么多 还是需要你不断的尝试 40岁50岁 甚至到60岁的女人 既是女儿又是妈妈 还是妻子 心挂父母的担忧 教养儿女的压力 夫妻关系的维持 无一不在损耗女人的精神和生命里 在你成为以上的这些角色之前 首先你要做你自己 你是一个单纯的个体 不为任何人存在 不是任何人的附属 只有先为自己而活 从发型开始吧 让你更年轻 更时尚 好了 不多说了 下期再见吧 また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